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没办法 腿长也是很烦恼的一件事 哎呀我的天哪 笑这辈子最大的烦恼就是 哎 这世界上笑没有缺点 哎 一米八的大长腿 这该怎么办 谢谢信勇哥的银光棒 感谢信勇哥 好 经典的中炮队 屏风马这个棋 屏炮队居对方走极进中兵的走法 面对对面即进朱冰我方这个棋先补个室 是的 现在是直播 大家想要进笑笑群家乡微信的朋友可以扫码屏幕 左下角二维码 如果用电脑可以直接用手机来扫码 如果用手机的话截图之后用微信扫码就可以了 哎呀 肤白貌美大长腿 哎呀 还会下降棋吹牛皮 你这上哪找去 哎 这笑的这一生太苦恼了 人生最苦恼的事情就是 笑的竟然没有缺点 找不到缺点 哎 太难了 人生太难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肤白貌美大长腿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 会书化的嘴 哎呀 我的妈呀 对方进马踩不对 对方进马踩这不脱普了 正确应招是退马 我们一会说一说 把这个马再送掉准备 泡打底下 谢谢咱们家老朋友8909大哥的好吃装 大班卡 肤白貌美大长腿 还有一张会说话的嘴 哎 不得了了 哎 这是一手中号队拼风马 护进骑兵红骑 即进中兵之基础走法 哈克之前还点过这首 这首棋 我回头把这首棋扑牌一下 放到我们的群里 大家想进群的朋友 可以扫码屏幕 左下角的二维码 同时想要玩传奇的朋友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 右下角的二维码 跟笑一起玩 我们最近后半场都在这个切换一下其他的节目下集下类的时候 谢谢大家小礼物 笑在传奇211区9枚像是的行会等着您呢 我们的行会已经现在211区天下如敌了 现一年一季的银光棒改现一年一季 啪急走对面上将 退炮一将对面再上将 那么这首棋小边一拱绝他得走 因此对方肯定不能上将 怎么走呢 他得拱 他得补士 这首棋他得补士 那如果对面补士的话 炮给士生根挡住我方 拘对炮的根 我方这首棋小边摆过去 小边摆过去 对方并不敢吃炮 吃炮我将军了 谢谢咱们家南南科的银光棒 欢迎咱们家南南哥 光临直播间晚上好 那对方这首棋摆去叫吃 冰肯定不能让他吃啊 我方先进首棋 小边肯定不能走走了之后 对方进去是铁门栓 对方泡在家中做锅 从天上来 谢谢南南哥的银光棒 感谢豪奇大哥的银光棒 今天双倍亲密度 三倍经验值 大家可以打打卡 14级粉丝牌 送抱枕 16级粉丝牌 送起牌 现在在研究新的东西 准备今年送给咱们家粉丝 一点新的小礼品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 暂时封住了疫情的原因 导致设计的样品 拿到的比较慢一些 所以我们家粉丝还要稍等一下 谢谢帮们家的大气 谢谢咱们家南南哥的温暖 感谢我们家南南哥的办卡 对方怎么把炮走开 把炮走开 我们直接吃事了 再次感谢我们家温暖的 钻石粉丝 推荐 Sit 支持 在城市下面 下一步退屈一将 里面下降 进去一将 绝杀带走 双剧座的基本走法 一会我们说说这首开局 好 双剧座的棋 这一手基础的双剧座的棋 那么我们就这个局面 我们就这个局面 给大家做个复盘 这是一手中炮 对平衡马互进气冰的棋 在这手棋之下 我方这手棋先滚了冰 那么对方如果先出去 我这个局出的比较慢的话 对方就有先手进去的走法 那么在这手棋之下呢 我方如果选择摆炮 那么通常情外下 对方会摆局 走成一个基本的走法 那么走到这种基础 不及下红旗可以上马 可以拱兵 那么对方呢 这手棋如果拱中兵 叫做极劲中兵 那么如果对方这个兵 没拱直接冲中兵 叫做牛头滚 牛头滚和极劲中兵 还有点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这上我方股市 把中路做个补充 摆炮打车 再拱兵这手棋呢 双方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选择了拱三路 七路兵的棋 除了拱七路兵 其实也可以冲中兵的走法 这手棋有冲中兵的走法 但是走的相对比较少 当然这以前的时候 很早之前呢 这个大师局 大师们就是很早之前 大家觉得这个拱中兵呢 这个棋不太好 觉得拱了中兵之后 会把拱棋在黑棋 兵临线上的这个子力大的增强 那么如果这手棋 如果这手棋拱了中兵 后来这个经过拆解呢 慢慢发现拱中兵是可行的 不用担心对方上马 如果对面上马 我方可以飞向 对方如果进跑打 根本没有事 我方的这手棋可以快速出车 这样的话 对方虽然三个大子过 这个三个这个 用力的大子出动 但是因为左翼的出子比较缓慢 我方子力相对出来的快一些 那么这手棋呢 黑棋也不算亏 那么这个 我们现在这局面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 以冲七路兵最为常见 也是最流行的一种走法 那么这样的话 对方这棋上马 这个棋呢 我方整个左翼三个大子 全部出动 其中黑棋以炮打底箱 作为攻击的手段 那么对方呢 这手棋 整个右翼的子力出子 迅速从中路突破 体现从中路突破的思路 那么这手棋呢 是一个对攻性非常强的开局走法 那么要不然也不会叫 极进中兵了 极进中兵 极进中兵 体现一个极字 也就是开局 即进入攻势 那么走成这样局面的话 对方通常是一个 再次上马的局面 把自己的中炮摘出来 同时攻击我方的弱马 这个时候我方可以 马三退四这手棋 但是呢不好把握 那么我方以这种 拘八进八的局面 最为常见 一旦对方进马踩入 那么我方这手棋呢 就有一步飞向出去的走法 那对方先上马 先上马 我方飞向之后 对方这手棋 有两种变化 这手棋有两种变化 第一手是上马的走法 走的不太常见 如果对面上马 通常我方百拘 这手棋走一个进马 进马的走法 那么这样对方吃掉 我先吃掉对方的炮 对方吃掉兵 守着这个点 我方退马再吃 形成一手换棋 双方这手棋呢 就是形成一手换棋 那么这手进马的棋 走的相对少 多种情况下 以对方进马踩马 最为常见 神话传说大哥您别急 走到这我百拘之后 对方呢 是一手退马的变化 退马之后这手棋 我方通常以这种 进马的手法 走一个五步 穿长马 最为常见 这手棋很多高手都会了 这样的话 我方在这气马 在这气泡 进马 进马 有吃居的棋 下一步进马 必是吃居 这手棋直播间经常讲 五步穿长马 那么对方这手棋 错在哪呢 错在进马踩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你抢马换肉马 我是能让你踩试试吗 你抢马换肉马 这么多步换了个 多吃个试试 对方比较亏的点 对方正确走法 是退马 他多个子 这手棋还能走 要不然他就废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呢 错在这里了